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从画面上看到今天有大片的封面云带是持续的往东通过来影响台湾的 所以今天整体来说在云林以北还有南投山区 甚至到了东北部一带都有受到降雨的影响 虽然说降雨不如玉取 不过仍然要特别小心的就是类似的天气会一直持续到明天 甚至是在未来几天都会是相当类似的 明天跟今天一样是需要封面通过的影响 但是星期四封面稍稍远了一点点 不过水气人多 所以还是会有降雨 到了星期五星期六封面再度难压 这个降雨的情况又要变得比较明显了 所以要请大家持续关注未来几天天气状况 所以可以看到时节已经进入到了 这个天气相当不稳定 水气很多雨量很多的季节了 那么要请大家跟着我们一起掌握天气的动态 我们先来告诉大家明天星期三哪边会下雨 可以看到全台湾其实都有降雨发生的可能 那么尤其又以中北部地区以及山区一带 是最为明显的降雨 一直要持续到星期四的上半天来说 都是类似的天气形态持续在我们的东北角 以及中部中北部山区一带 都要特别留意这个短时强降雨 伴随雷雨还有强阵风 比较极端的天气形态发生了 星期五星期六降雨的热曲则是转变到了中南部地区 所以未来几天天气来说都是非常不稳定的 天气气温方面则是因为降雨的关系 在北部地区有白天高温下滑的状况 所以白天高温是来到26到25度左右 低温维持在22到23度 中南部地区相对比较不受到影响还是有 接近30度左右的白天高温 那么低温则是维持在24到25度 南部地区也是同样的有接近30度的白天高温 但是低温只有25到26度感受起来比较凉快一点点 那么东半部地区26 27 28度的白天高温 低温维持在23度左右 所以整体来说今天和明天的天气形态 会是相当类似的持续各地其实都有可能 发生短纫降雨或者是雷雨的可能 请大家外出的时候要记得吸带雨具 而且遇到这个比较强劲的降雨时候 也千万要记得注意行车用路安全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